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现在是北京时间 5点20日 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 最近就睡了两个小时了 那就带着大家跟我一起去东京 工作 玩玩 吃吃 介绍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给大家 一会儿 机场健忘 拜拜 到机场了 差点没有赶上飞机 登机了 下飞机到日本咯 困到没朋友太困了 我第一次这么早 这么早 这么早 到日本 啊 也不早 10点 10点20 那时候毕竟 在去电视内的路上 登登 这次在东京住的地方 带大家看一下 来 让我走前面 我可听 厨房 这两天可以做点东西吃 哇哦 我今天回来我要来泡澡 我觉得这个房子 三个人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这两间是连着的 这边是一个卧室 就没了吗 连着两层吗 对 哦 已经蛮大了 很大很大很大 太困了 我要睡觉 好 早上好 耶 现在我们从酒店出发 今天要去一个地方 叫做镰仓 算是离东京最近的海边吧 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去 东京站去坐JR线去镰仓 拜拜 我们来的时候 太晚了 耶 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去海边 拍写真 你看这个脚 妈呀 这个沙子怎么是黑色的 好脏哦 我去这个叫扇子 扇子 洗完脚了 鞋也废了 出发咯 我们现在继续坐这个 镰仓的这个小火车 好了 带你们去下一站 这是哪里 我们今天来到镰仓 这里最出名的地方是 灌篮高手的 就是漫画里出现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从小看的都是一修哥和花仙子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对灌篮高手没有太多的情节 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没有去灌篮高手的那个取景地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看的 电车来咯 拜拜 哈喽 我们结束拍摄 现在呢 来到镰仓的一家小店 吃饭 今天吃的是什么呢 刺身 这叫什么小鱼 什么饭 特产 嗯 不是我喜欢的 干杯 哈喽 我们后面有一个资深的在日本生活很多年的朋友 然后请这个朋友的介绍呢 就是 真的是没有什么吃的 哈哈哈哈 这个鱼子好吃 我们现在在回东京的JR线上 这个车厢上完全没有人 哈喽 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 不管去哪里吧我都不会去逛公园 然后去看就是比较可爱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决定呢 要去一下 迪士尼乐园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 让我做了很久的决定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日本非常热 然后今天就带着大家 跟我一起看一看迪士尼乐园吧 出发 哇 没电了 真的 真的 完了没电了没电了怎么办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在东京的最后一天 结束所有的行程和工作了 所以呢我要利用剩下的时间 在东京逛一逛 然后再拍些照片 吃吃买买 前天去迪士尼的时候 相机突然没电 所以就没有记录成功 今天为了最后一天的行程 特别 带了领带 我很少带领带的 有没有点 高中风的感觉 还是大学生 反正是学生 好了 跟我一起开始吧 一会儿行 一会儿行 哇这个很棒 超好看 这到处可以放照片 什么 食人啊 端海啊 银河啊 我啊 就做一个团队的 哇这好可爱啊 这个 这个 480韩币 480加税 30块钱 哦我发现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 我之前发过那个 视频推荐给大家 你说我要不要 拿一些回去 哦 你会点头 哦 没错 我就是这么贴心的偶像 其实我已经放在来这里 每次来日本 就是 必买这个牌子的 已经买完东西了 接下来就是 吃饭 好 耶 饭来咯 我点的 鰻鱼饭 这个 刺身 好开动了 好像今天 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因为之前来日本的 就是看大家拍的照片里面 有很多都是在日本的洗衣房里面拍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到了 两家洗衣房 给大家介绍一下拍摄的技巧 就是一定要选那种 你看深蓝色的 看得到吗 重点就是 还要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师 哈喽 斯马尔同学 耶 结束拍摄 然后离我登机还有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 然后抓住最后的时间 今天呢 我带他们下来 是台场 台场这边呢 实际机场很近 开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的一个购物区 自由女神像 L O V E 继续逛 来日本的话我特别喜欢逛杂志 他们都会买一本杂志 然后送包啊 送化妆品啊 送手表啊 很妙 逛完了 日本之旅全部结束 耶 拜拜 去机场啦